神中課 欢迎大家收听神中課 耶稣 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名 今天是11月25日 题目是 最爱的儿子 撒加利亚书2章8节 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童人 恐惧会使弱者视人生为重担 唯有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才能消除恐惧 让他记住这个应许 耶和华的使者再敬畏他的人 四围安营 搭救他们 诗篇34篇7节 让他阅读以丽莎在山上的奇妙故事 当时有大队的天使 注册在他和敌军之间 让他阅读彼得被定死罪 关在监狱的时候 上帝的使者显然了 领着他的毒人 安全地阅过武装的围兵 和紧锁的铁门 让他阅读那个身为囚犯的保罗 在前去受审 腐烂的途中 迎向那些在狂风巨浪中 饥饿 疲劳 根疲力尽的士兵和水手们 说出鼓励和希望的豪言壮语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 他的使者作夜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不要害怕 你必站在海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 上帝都刺及理了 这些事记录下来 不僅要我们阅读和惊讶 还要让那种昔日 在上帝伯人身上运行的信心 亦都在我们身上运行 只要人的信心成为他能力的管道 他就会像古时一样 以显著的方式行事 当教导那些怀疑自己 缺乏自信 在粗劳和责任面前 萎缩不前的人 倚靠上帝 这样很多世界上 本来无足轻重 甚至仅为累積的人 竟能与使徒保罗说 我靠着哪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菲律比书》四章十三节 对于那个容易 因为伤害而生气的孩子 信心亦都具有宝贵的功课 抵制罪恶、 伏仇或抱怨的天性 往往出于敏锐的正义感 以及积极活酿的精神 要教导这样的孩子 说上帝永远是正义的维护者 他爱人类 甚至质下自己最爱的儿子 去拯救他们 所以他必关怪他们 他必亲自处置每个犯错的人 《教育论》 原文255到257页 深入思考 在一个正义 似乎难以实现的世界里 我怎样才能帮助那些受屈辱的人 能够在天父的爱子女 找到希望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